中華市區有大老火災作成四人希望 二十二人受傷 到現在已經過了四個月 多久一直在這期中華館政府為何到現在要不公佈調查結果 中華館的恩惠美 今天請主來說明 因為在火災當中有一位蕭鳳東林希望 根據蕭鳳法規定 必須要由蕭政博來調査在海調查委員會 是蕭政博要求調查不能公開 一直到10月29日 蕭鳳書跟行文表明 依照電影主題法 關乎可以說明行政的部分 但是其他包括火災的調查報告 也不能公佈 因為一場火警 昨天四人失望 日後你能夠中心 其中還有一位蕭鳳對外失望 日後要過去了 大家不想問到底是什麼原因 昨天這麼大的傷害 而且火警已經過去四個月了 火災調查報告有什麼要不公佈 中華管政博社會怕什麼 讓大家對官府真無良解 甚至跟官府來控制中情 面對外界的質疑 中華管政王輝美今天也拿出來說明 標示並不是官府不願意說 是內政博要求官府不可以說 有關於喬我大火是我們的這個一個痛 那在當時我們也就講說 縣府絕對不負短 該救責就該救責 該法辦我們就會法辦 那大家一直很質疑 就是說我們為什麼都一直沒有對外公開 實際上這張公文就寫得很清楚 八月份的時候內政部他來的一個公文 就已經告知我們相關的人都要盡保 保密的一個這個義務 那不得對外洩漏 那在這個過程中一直到10月29號 那我們的這個消防署才來相關的一個公文 他說依照地製法我們可以去講行政的部分 那包括整個的火調報告以及我們火災報告 通通還是不得公佈 那所以說我們針對行政處分的一個部分 也做了相關的一個這個處置 那我用這一點來跟大家來說明 為什麼縣政府到現在 還沒有把整個的一個部分 很完整的陳述出來 但是就行政部分我們能檢討的部分 都已經先行檢討了 那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包括器材的不足 包括我們人員的訓練的部分 在這幾個月都如火如荼的盤點 那人員的訓練也逐批的一波一波的 送到竹山去做相關的一個訓練 我想這很重要的就是說 藉由這樣的一個事件 怎麼樣強化我們自己救災的一個能力 那相對的我們過去一直忽略掉的 不足的一個器材部分 怎麼樣盡數給他補足起來 這都是現在縣政府一直在努力的一個部分 因為外界一直說 是不是相令人救災量力不夠 王冠領也為打火兄弟來發聲 表示有很多專業的問題 並不是外界所得了解 對我們第一線的打火兄弟 真的是非常的不公平 那因為大家在整個的打火過程中 我相信大家都看到他們的一個用心 那當然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就是有一些專業的部分 還是等專業的一個鑑定報告 跟火災報告下來 那該怎麼樣處理 我們就會怎麼樣處理 在針對公會的這個區塊 我們也很熱見其成 那但是他的權責還是在於內政部 當天徐國勇部長下來的時候 家屬也有把陳情書給了部長 那這個部分我們會繼續在關注的 中華館政府也在早上的母 接著去行政調查報告 將對在澳各行改革進行走 希望令完醫療救護和家屬為門關懷碎 法律協助 事件發生萬一調查 頂點方便進行碎 希望法國購明相當作驚討 降級數個發生的傷害 並且風範未來又發生同樣的事件 新俊華新聞 北北林俊華 彩虹報登